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故事的主轴 那月亮在很多的文学作品里面 它充满了非常反复的印象 它是神秘的 它是比较女性的 它是比较内化的 它甚至是月亮这个幽微的光芒 可能是充满巨大的能量的 那在《月之圆缺》这个小说里面 男主角小山内先生 他其实是一个生活很平顺的一个人 他的工作很顺利 那他在试婚年龄的时候呢 也娶了他大学时代的这个学妹 然后两个人婚后也过着非常幸福的日子 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叫琉璃 然后一家三口过着很和乐很愉快的生活 那一直到琉璃七岁的时候 突然很奇怪他就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 然后这个高烧发了一个礼拜都久久不退 然后不管怎么看医生 怎么吃药都没有用 那还好在一个礼拜之后呢 琉璃的这个病况又神奇的复原了 它又像是平常人一样 可是复原之后呢 小山内他们夫妻就觉得 这个琉璃有一个说不出的奇怪 他首先呢 他第一个奇怪的情况是 他把他的一个娃娃取名字叫做小哲 那他每天会跟这个小哲聊天 他要去吃饭的时候 就会跟小哲说我要去吃饭啦 然后每天会跟小哲报告 他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事情 就把小哲当作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朋友 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琉璃呢 他会自己不由自主地哼唱二十年前的老歌 琉璃他才七岁 他能够听到这些歌其实是不太寻常的 可是他却非常沉浸在这个老歌的旋律里面 第三个是小山内他们夫妻呢 在这个琉璃的作业本里面呢 发现他抄写了一个很古老的诗句 叫做我愿与君事我心仍向君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愿意向您发誓 我的心永远都跟随着你 这么的热情 然后这么的缠绵的这个诗句 出现在一个七岁的小女孩的本子里面 这当然也非常的不寻常 那小山内他的太太比较紧张 他就觉得说 他的女儿是不是发生什么诡异的情况 为什么他的举手投足都那么像一个大人 那小山内就比较气定神起来 他就安慰他的太太说 也许这就是小孩长大必经的一个过程 那两个人就先这样子 那直到有一天 琉璃他离家出走了 他离开他的爸爸妈妈 然后前往一个非常遥远 但是在他记忆里面 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滕正武在这个小说里面呢 他在一开始他就带了一个传说 他说传说人有两种死法 一种是树木的死法 就是像树木会流下果实一样 世世代代的繁衍 让那个生命生生不息 那另外一种是月亮的死法 月亮的死法 就会像月亮有阴晴圆缺 他会不断地转世 然后不断地重生 然后去寻找他想要遇到的人 去完成他重要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故事里面 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面 不同的人 会跟流离发生了一些关系 那也可以从这个 很像是一个解谜的过程呢 拼凑出流离真正的身世 不管是他的过去 他的现在 还是他的未来 透过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人跟人之间 就是不断地相遇和错过 可是可以从流离 他的这个 跟不同人的相遇 然后还有他们的离散 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透过爱的意志 或者是我们透过 想要寻觅一个人的这个 很重要的信念 我们可以不断地去 让这个相遇里面 最美好的那一刻 不断地复原 不断地重返 一个非常深邃迷人 淒美的爱情故事 佐藤正武的《月之圆缺》 推荐给大家